这次要改造的房子 是日本搞笑艺人川岛张良的家 虽然是当红艺人 却没赚到什么钱 十几年都在给观众带来欢乐 自己却得了癌症 不去水滴愁 却要改造房子 川岛老家位于东京市中心 九楼的公寓里 家里孩子都长大了 剩下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每周末三个孩子都会带着孙子回家探望 给老人平淡的生活带来无限乐趣 三个家庭一起回来的时候 家里就会突然变成十三个人 一大家子挤在餐桌边上 气氛相当融洽 家里还有特别为孩子们准备的玩具房 玩具多到离谱 拿出来都很麻烦 奶奶的房间就在客厅 三屏的卧室 除了床堆满了杂物 放满了孩子们的书本 绘画 还有成绩单 对老人来说都是宝贵的回忆 一件也舍不得丢 家里虽然有其他房间 也都全是杂物 如果孩子们要留宿 一家人就得在餐厅睡觉 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委托人 初到十二年 当红搞笑一人穿倒张良先生 虽然一辈子都在倒笑 但在三十二岁时查出癌症 治疗的过程虽然很痛苦 但为了家人 他还想再做点什么 与姐姐们商量过后 决定帮父母改造房子 因为父亲是京都人 喜欢京都风 妈妈喜欢日式风格 确定了房子的改造风格后 节目组就安排上了 我是今天笑到下巴脱臼的阿怪 刚刚说到京都风 这个在京都土生族长 频频上节目 被誉为京丁家的雅士 满田鸡针 听到了召唤 果然提到京都风 还得看板田 绝对不是因为太熟了 遇上难题 都丢给他 来到搞笑一人的家 川岛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特地为了迎接板田 一家人都等在了门口 搭档反客为主的出场方式 也很特别 二人无论在节目 还是在生活中 都在用心经营 接下来是令人期待的改造预算 在川岛和姐姐们的积极筹备下 达到了20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十万 看来川岛先生的演艺生涯 估计快要断送了 帮帮忙 就200万 板田明白了 这事还得靠自己努力 预算只有这么点 人工费用上首先就要减少 一家人亲自开始收拾房子 连孩子也不能放过 为人热情开朗地穿倒奶奶 在家是太阳一般的存在 看重回忆的奶奶 小心翼翼地将孙子的话收拾好 在忙碌中期待未来 继续和孙子一起吃饭 爷爷很期待京都专家的改造 毕竟两人同为老乡 他就不客气了 家里有700本藏书 足以开一个小图书馆 他希望能有一个书房 在没有一个搬家工人的帮助下 家具被收拾到玄关处 此次改造的重心 放在客厅和餐厅 地板铺上简单的塑料板 改造就开始了 一家人谁也跑不掉 连川岛的搭档也在里头 恭喜板田收复两银撞钉 在他的指导下 拦在中间的墙要拆掉 不等川岛反应 工人拿起钢筋 框框就是砸 砸开后 用手将墙皮撕下 搞笑一人组合决定亲自上手 墙板都拆掉后 露出一条条骨架 搭档觉得这样就很心头 不需要改动 接下来是地板 板田说拆掉 川岛很疑惑 日式风格榻榻米必不可少 但专家还是坚持拆掉 像地毯一样薄的榻榻米 全部掀起 露出底下的混凝土 卧室的问题就暴露出来 老人睡在这样的地板上 会增加对腰腿的负担 因此地板也得造 一切就绪 板田的公寓改造正式开始 川岛的省钱之路也开始了 日式公寓第一步 将地板变成日式风格 虽然预算只有200万 但是地板还是要好一点 板田决定用桂木 这种带有天然香味 保温透气的木材 川良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少的预算居然用得起桂木 得知桂木一瓶需要10万日元 川岛眼睛更大了 再问专家 得知需要买10瓶 预算就得花费120万日元 咬咬牙 选择了略微便宜的档次 带有瑕疵的桂木 最终花费12万日元 买了80块桂木 川岛抱着木板很是开心 麻烦的是还在后头 买来的桂木需要进一步加工 利用士漆 将木材涂成怀旧风的地板 这种士漆 用未成熟的柿子 捣烂成枝 发酵三年 变成天然的褐色 加上黑色涂料 这样的油漆 具有防虫 防腐和抗菌的效果 涂好的地板 再用抹布擦出天然的纹路 京都松味 一下就上来了 一块经过岁月洗礼的 京都封地板 新鲜出炉 当然 还有剩下的79块 两人在梅雨季节工作 汗如雨下 很少看到刷漆 也要专家亲自动手 不知道板田下次还来不来 但下一个问题很快就来了 刷好漆的桂木进不了电梯 只能通过楼梯传递 穿导他们需要将80块桂木 搬上酒楼 这次连同节目子 也要加进去帮忙 人体电梯开始了 忙碌了一个小时 终于能开始铺地板 这次就地板也不拆了 心地直接扑上去 身为搞笑一人的川岛 是有点木工在身上的 用钉枪熟练地将地板定好 短暂欣赏这来之不易的城 川岛的第二个任务来了 改造下一步 轮到京都封墙壁 板田掏出一桶油漆 决定将米白色的墙壁改成白色 增加黑白对比 让房间看上去更气派 专业的女水师傅 说干就干 川岛在干活中 开辟了新风格 古抹布云风 接下来板田现场调色 将硅藻土变成土墙色 涂上便带有浓重的京都封 成就感满满的二人 开始期待改造的最终成果 改造第三步 板田来到市场 买了七片排水地垫 一堆花钢石 五块红砖 还有篱笆 东西搬进了阳台 作为京都封的标配 庭院必不可少 人造庭院开始了 板田铺好地垫 间隔开来安装花钢岩 又在墙内装起篱笆 加上苔衔点缀 简单漂亮的庭院就做好了 总计费用六万日元 这样的庭院完全符合公寓规定 重要的是 如果违章还能随时拆掉 等节目播出以后 这种摆出来的庭院 不知会有多少人入坑 还是为了京都风情 板田公费旅游回到京都故乡 来到工作室 这家老工作室有一个出名的商品 名为金堂纸 每一张纸都是工匠手工硬染 起源于我国唐朝 这样完整的一张纸 需要工匠非常细致的手法 板田也不需 带着川岛就上手 选用了赫和紫花抛筒的图案 踏印上红色染料 共计二十四张金堂纸 为了京都风下了血本 改造最后一步 客厅的照明系统 舍弃了华丽的灯具 选用质朴的LED 将金堂纸贴在透明的亚克力板上 这种贴法 还是修复宫殿的手法 装好的亚克力板 形成一面镂空的墙 灯光恰好能将金堂纸上的图案点亮 川岛感叹太美了 这正宗的京都风一定能让家人满意 轮到软庄部分 板田对门也动了心 京都特有的格子门 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新作的格子门 价格也不便宜 但想想预算 只能拿下这三万的门 格子门装进客厅以后 改造终于完成了 打开传统的格子门 京都风扑灭而来 翻倒奶奶的房间 与爷爷的房间打通以后 变成了宽敞的客厅 原来狭窄的卧室也铺上了柔软的地板 加大了新的壁橱 壁橱门后还有黑板 孩子们还能在上面画图 作为一面全新的展示板 装点着这个家 拉开印有松叶图案的推拉门 就能变成独立卧室 厨房后方的位置 抬高做成榻榻米 窗户旁做了书架 形成整个通透的格局 作为爷爷的书房 七百多本书 通通都藏在榻榻米下 榻榻米拆分开 又是几张长凳 活用板块 形成新的餐桌 宽大的餐桌 全家十三人都能在这安心吃饭 无聊的时候 还能打开落地窗 来到门口的小庭院 只要不往外看 就会忘记自己身处公寓 孩子们的玩具屋 乍一看是彩色的地板 一打开就像盲盒一样 全是玩具 杂物都搬到这个房间后 玄关处就多了一个房间 在板田亲自监工 事工下 没有超出预算 且漂亮地完成了改造 搞笑一人绑着头巾 化身主持人 迎接一家人收房 打开门 爷爷骑马震惊了五秒 地板就像京都的舞台一般漂亮 来到书房的位置 看爷爷的动作 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达成了窗前读书的愿望 踩在柔软的地板上 就像到京都旅行 厨房的壁灯照应着一家人的身影 爷爷和奶奶站在壁灯前 久久不能平复 甚至觉得京都都没有这么好的地方 缓缓拉开门帘 小庭院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出现 爷爷惊讶到 这里可是公寓 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一切都有赖于板田 但还是少不了川岛的用心 一家人终于能围在一起吃饭 住在随时都能感受到故乡的房子里 满怀儿子对父母的爱意 搞笑一人组合 在未来一定会更加搞笑